我们这一堂课要讲的是计算机结构 也就是说电脑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你可以怎么样子设计一台电脑 我一直强调过就是我们这学期要设计一课CPU 而且其实应该在其中左右 我们就会把一些简单的CPU的设计方法告诉各位 那你其中之后 其中好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设计你的CPU 事实上你可以更早一点 就是其中好之前就可以开始做 一旦我们开始教怎么设计CPU之后 那但是在这之前 你应该先去设计一些比较简单的电路 不是一下子就设计像CPU这么难的 所以你应该要设计一些简单的 比如说多工器 加法器 全加器 加法器 减法器 加减器 然后再来是ALU 加法器 和减法器其实是同一个电路 再补上一个控制逻辑就可以了 那乘法器 就另外要用加法器再往上组合 那除法器也是用加法器往上组合 所以这部分整个电脑设计的基础 还是回到数位逻辑身上 数位逻辑 我这样声音会太小吗 OK 那所以最终你必须要把你的数位逻辑的 那门课的内容串到这边来 那应该是说一开始 一开始就要串到这边来 那怎么串呢 各位数位逻辑可能是上纯理论课 所以就是画画图 然后讲讲原理 可是怎么写数位逻辑的程式 那还是得靠我们的Vlog 和iColor10这些工具 那我今天想先再回顾一点 就是说这门课到底它的定位是什么 那你可以看到电脑基本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它不是只有硬体还有软体 你只有硬体的电脑是没有用 那所以呢你软体要在电脑上执行 那电脑的硬体本身呢又是相当复杂的 它包含像加把器 暂存器 记忆体 CPU 那这些东西 那基本上暂存器加把器都是在CPU里面 记忆体呢 有时候有一部分会在CPU里面 这就是所谓的Quatch 那有一些可能会在CPU的外面 那所以记忆体是有层次的 那这层次性又会衍生出所谓的MMU 记忆体管理单元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以上的这种比较重要的电脑构建 其实都是用逻辑杂所组成的 那各位上过数位逻辑应该知道逻辑杂有哪些类别吧 你最常见到的可能是AND杂 OR杂 SOR杂 或NOT杂 那事实上有一些逻辑杂是全能的 譬如说NAND杂 NAND NAND这种杂是全能的 也就是说你只要用NAND杂 你就可以直接做出一台电脑 都不用用别的杂 为什么呢 因为NAND杂可以做出NOT杂对不对 对吧 因为你把NAND的两条接在一起就是个NOT杂 两条输入接在一起就是个NOT杂 那NAND杂也可以做出 我看看 做出AND杂 因为把一个NOT杂再加上一个AND杂 一个NAND杂不就是一个AND杂吗 OK一个NOT杂加上一个NAND杂 因为NOTNOTAND 所以NOTNOT取消掉就变AND 所以像这样其实NAND杂 当然它也可以做出 那个XNOTNOT 就是可以做出NOT啦 NOT杂因为你要把做出NOT杂也不难 对就是你只要把 呃 NOT杂 NOT杂 这可以画一下 NOT杂是长这样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用NAND杂 去做出NOT杂 去做出这个东西呢 稍微用一下固理代数 NOT杂是S 好这个呢 对啦这个是S&Y加上的NOT 那如果我再加个NOT 我再加个NOT就是S&Y加NOT之后再加NOT 那这两个会取消掉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S&Y OK 那如果我用 如果我是这样 就是刚刚讲的 在这里呢 我再加一个NAND 看看把这两个接起来会变成什么 这两个接起来会变成什么 这两个接起来会变成什么 那如果是零的话 那这边当然是零嘛 这两个零进去 那里的会输出什么 输出什么 输出一嘛 那如果这边是一呢 输出一的话 两个一输出就会变零嘛 所以这是个什么打 那的打 所以你只要这样接它就是the nut杂 对吧 OK 那你只要这样接就是the nut杂 那你如果在这边再接the nut呢 那不就是一个and杂 但是如果你把nut接在这里 你只要接在这里 那会怎么样 或者是这边一起接了 那又会怎么样 各位可以回去想想 其实nand杂可以做出所有的杂 那就当今天的习题好了 今天的家庭作业 请证明 奇怪哦 计算机结构考个证明题 请证明nand杂是全能的 那你至少要证明几件事 第一个nand杂可以做出所有的基本逻辑杂 那基本逻辑杂我们不要求多了 and or not三种就好了 你只要能做出这三种 那它就是个全能的杂 所以请回去写这个证明题 nand杂可以做出所有的逻辑杂 请证明nand杂是全能的 那这个干脆就直接出起来好了 免得待会又忘记 来 建立一个文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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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 好 好 好 就好 好 。 那我们的作业一 就是请用NAND杂做出AND or NOT 也就是说这样就证明了 NAND杂是全能的 好那大概这一题记得我们一贯交作业的方式就是交在社团里面 那最好用网字的方式呈现 你可以用手写写完之后呢照下来放在网字上也可以 好 好那我们就继续 因为刚刚有点有点岔开了 然后还出了一题作业 好那我们继续看 OK 所以其实电脑是由逻辑杂所构成的 那逻辑杂呢 以下是什么 我们已经看了软体嘛 然后看了电脑硬体 硬体是由逻辑杂所构成的 那逻辑杂以下是又是什么构成 and or not够简单的吗 还需要什么东西构成吗 以电脑 资工的关联而言不需要 但是呢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层又一层的 所以资工的观点感觉好像逻辑杂就很基本 但是呢以电子系的观点他们要去研究 逻辑杂是有什么样子东西可以做得出来 OK 那逻辑杂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出来 以电子系的观点就是电晶体 电晶体 那我所讲的电晶体 其实现在已经很少所谓的那种标准传统电晶体 我现在所讲的电晶体是指半导体 也就是半导体 因为现在电晶体是比较早期的时候的 你会用所谓的电晶体去兜电路 他现在因为电路太复杂了 随便一个CPU都是几百万个逻辑杂所构成 所以你不可能用电晶体慢慢去兜电路 这已经是是一个30年前的做法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用所谓的半导体 也就是也就是IC来做这个事情 那半导体的设计本身又是用用EDA 像Vlog这种东西来设计的 那当然他还会有其他的 其他的层次的工具 那Vlog只是其中一层而已 所以如果你今天我们修的是计算机结构 那计算机结构网上就写系统程式 然后再网上呢就写一般的程式语言 比如说系统程式通常我们会探讨的是主义器 编译器 虚拟机 作为系统 那再网上就是一般的程式开发环境 Cshop这种东西 那往下呢你会看到计算机结构往下 其实是它的基础是什么 它的基础是数位逻辑 那数位逻辑再往下你会看到它的基础是电子学 因为你要用半导体去做出这个东西 所以你要用那个怎么讲就是MOS FET 就是目前经常用的是像MOS FET这样的技术 然后来做那MOS FET 这种东西又是建筑在半导体材料上面 锡啊夹折参啊这些东西 然后棚啊这些 那所以你会看到电子学再往下还有材料 那材料再往下呢你就要了解说OK 那为什么半导体可以做这种有时候导电 有时候不导电的特性 那这种又变成固态物理 固态物理 那固态物理其实是整个电子产业最基础最基础的根源 固态物理再往下大概就已经没有那个分的学科可以再往下 固态物理就是基础科学 所以有很多基础科学你看来没用 但其实整个整个体系的建构都是靠着他们建构出来 那所以在这里其实每一个领域都有它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不要轻视任何一个领域 所以我们的这门课计算机结构 那我们重点会是在处理器上面 那可是事实上还有一门课是微处理器 我们系上我忘记有没有编这门课进去 但是微处理器比较偏向于用的那一面 比如我可以用微处理器来写程式就好 那像比如说你如果用adreno来学 那这是一个微处理器的学习方法 如果你用8051来学 也是一个微处理器的学习方法 但是他通常教你怎么用 他不会教你说那8051的内部结构是怎么设计出来 或者是adreno的那个那个CPU的内部结构怎么设计出来 通常不会 那所以微处理器是教你怎么用 计算机结构呢是教你怎么设计 所以不太一样 那当然我们其实比较希望说 你自己设计一刻出来然后自己用 ok 那你就完全都懂 那往上呢就是系统程式 我会看到组合语言丹晶片 其实这也算是微处理器的延伸变成迁入式系统 迁入式系统 那再往下呢就数位逻辑了 那就FPGA加XHDL VlogHDL或者是VHDL 那这些是数位逻辑的部分 那如果你从硬体看到软体 你就会发现哇一层一层越来越 越好用 一层一层越来越好用 越容易使用 但是呢越来越看不清楚它的结构到底是什么 但是呢我从软体到硬体你就会发现 一层一层越来越看得清楚它的结构是什么 但是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用它 好所以呢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个两个方向去看计算机结构 那你可以从两个方向去看的话 那意思是说呢 当你从组合语言往下看 你就会看到整颗CPU的用途 那这个就是系统程式当时所讲的东西 那如果你从数位电路往上看 也会看到计算机结构的用途 所以它是上阶系统程式下阶 下阶数位电路数位逻辑 好那这个我们看过了 一个典型的电脑的架构 通常会使用逢扭曼架构 那这是逢扭曼架构的示意图 CPU记忆体输出路 通通都接在一个称为汇流排 System Bus的这些线路上 那基本上这汇流排在真正的电脑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主机板 OK 真正电脑里面主机板就代表了汇流排 OK 好那有了逢扭曼架构之后 OK那你就可以做出 譬如说像这样 这种是单会流排的 单会流排的逢扭曼架构 那当然其实它只是画法不同而已 其实跟刚刚的这一张几乎是一样 一个把输出路画在下面 一个画在上面 其实没什么差 好那但是上次我们有讲过 如果你要快速 你可能要把记忆体拆成两边 这就变哈佛架构 一种是资料记忆体 一种是指令记忆体 但事实上呢 这样拆很浪费 因为你的汇流排的接角要变两倍 所以呢 通常不会这样 而是加快取 有资料快取和指令快取 好那这是哈佛架构跟逢扭曼架构 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主要就是哈佛架构有两套汇流排 两套汇流排 不管它是用快取的方式 还是用记忆体的方式 反正就是在某个地方一定要有两套 越接近CPU的地方 越应该有两套 好那这是逢扭曼架构和哈佛架构的一个说明 好那计算机结构 基本上它是走了一个很长的历史 那191623年 其实德国人就已经开始在想说 要怎么做一个算术中 后来1642年 法国的Pascal就做出了一个滚轮式加把器 这跟我们中国的那种算盘是完全不同的思路逻辑 他们要做的是一种可以联动式的 然后呢 我这样把它搬一搬之后呢 最后的结果就出来那种东西 那后来1673年 德国的莱布尼茨就做了布金计算器 那1820年呢 他们时就做了计算器 那这种都还是机械式的 不是电子式的 就是那种机械式的用齿轮来用什么的那种去算 那到了1823年 这个就比较著名了 法国的巴北奇 那就是巴贝奇 他做了一个叫差分机的东西 那1833年呢 巴贝奇又做了一个分析仪 但事实上呢 巴贝奇所做的东西哦 无以为继哦 因为做这个东西要花很多钱 所以他们当时的那种科学家都是要找贵族来支援 如果那个贵族不支援你的时候 你的研究就中断了 就没办法做 那巴贝奇那时候有找到贵族支援 但是到后来贵族也不支援他 所以 所以后来他的 的那个分析机 其实没有完整的 很很成功的那个 那个 非常非常完整的做完 但是那时候他就找了一个女生 等于是他的类似秘书的东西 帮他写程式哦 然后所以 全世界第一个程式设计师是女生 叫做Edda 1833年 Edda就在写程式 所以离现金大概已经180年前 就有人在写程式了 180年前 很早 好 那一直到1890年呢 美国的统计学家Herman 他就做了一个叫排序机的东西 那这个排序机呢 帮助他们三年之内就完成户口普查的工作 户口普查就是 就是 总共有多少人啊 有多少男生多少女生那种户口普查 那 后来呢1896年 Herman 就是做排序机的这个人呢 发现说 既然有户口普查这个而且每隔几年就要做一次 那我干脆成立一家公司好 做做这种机器来卖给那个普查局 然后然后我就可以赚钱 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制表机器公司 这个制表机器公司经过很多次的整病之后呢 最后变成IBM 所以IBM是一个有很长历史的一个公司 那IBM在电脑领域其实他的地位比微软还要 以技术的眼光而言 整个电脑室都跟IBM绑在一起 所以IBM其实是一家很恐怖的公司 那只是说最近他比较弱没有那么强 那可是他其实是在电脑室上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单位 所以电脑室上有几个几个算是算是传奇单位 IBM的research center绝对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个是我之前可能曾经跟各位讲过的 全路Zeras的park center 全路Zeras的park研究中心 那还有一个在电脑室上有非常关键地位的 就是肖克莱 修克雷所创造的公司 有人知道是什么公司吗 修克雷就是那个半导体的三大发明者之一 他们曾经因为这样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OK 那那个修克雷在 其实他们这个研究那两个 除了修克雷以外另外两个做半导体的人好像也是在IBM OK 我印象中是IBM 不然就是ATMT 应该是IBM 那修克雷后来出来之后 他知道说这个东西很有价值 他发明了半导体之后 虽然那时候半导体很落后 但是他知道这个东西很有价值 所以他就出来创了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叫做Fail Child 那翻译成中文 其实应该翻译成仙童 神仙的儿童 Fail Child仙童 但是好像后来他的中文正式名字叫做快捷半导体 快捷半导体 那那个 那个就是修克雷的公司 我们应该会继续看到 那所以1942年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设计出一台电脑 用真空管的方式设计出第一台电脑 那1943年 Vong Newman就提出了那个逢扭曼架构 逢扭曼架构 那到1945年呢 逢扭曼架构被用在Advac上面 所以其实在逢扭曼架构提出来之前的电脑 不是用逢扭曼架构 但是结果他们做得很复杂 做得很复杂 而且那时候也没什么二补数之类的 所以就做得很复杂 那后来越做越简单 因为又有经验 然后半导体制成就不断的进步 所以就越做越简单了 那1946年呢 Eniac被用来计算那个飞弹的弹道表 那1948年呢 就是这个Chocolate 他们和这个IBM的两个人 John Barton跟Walter Brayton 那这三个人一起发明了电晶体 事实上是这两个人发现了电晶体 发现 因为他们发现说 这个有时候会导电 有时候不会导电 而且你可以控制 那但是那时候只能做出一位元的 的传输的电晶体 那所以呢 后来Chocolate就开始研究 那为什么有时候会导电 有时候不会导电 他把整个物理机制研究的比较清楚 所以呢 最后是由他们三个人得诺贝尔物理奖 那到了1949年呢 Eniac就采用二进制的方式 因为之前都不是采用二进制 用十进制在那边做 那会死人 十进制真的很不适合用来做电脑 二进制是比较方便 那后来Volnyuwen加入之后呢 就设计出Advac 那他就采用逢扭曼架构的Store Program 就是把把程式放在记忆体里面 就称为Store Program 那这样子就改良了很多 因为从前的程式呢 不是放在记忆体里面 你每次写程式就要去搬那个电路 把那个电路切来切去 最后切出一个程式 然后开始执行 那是不太恰当的 到最后干脆把程式直接载到记忆体 OK就可以执行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良 那到了1949年呢 英国的Advac 使用内除程式和打孔带 那各位可能会觉得 这都没听过 但是以我们的年代还真的有打孔带 打孔带 但是打孔带对我们来讲也太老了一点 我们是有磁带 磁带跟打孔带又差了一整个世代 那1951年呢 ANIAC这个团队又设计了一台 商用的 已经开始脱离军事用途 才变成商用的 叫UNIVAC 已经脱离了军事和普查那种用途 变成商用 那出货给普查局用 还是卖给普查局 因为最后 最后真正一开始需要电脑 最殷切的还是普查局 那1951年呢 Melvin Minsky 这个其实 有点岔开话题 他做了第一台的 类神经网路电脑 但这个类神经网路电脑 还是用真空管在插的 那怎么样真空管插类神经网路电脑 这是 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件事 那接下来1952年 美国的IS呢 就第一台符合逢扭曼架构的标准架构电脑 设计完成 那1952年呢 IBM生产了一个叫701的机器 就卖给了不少的研究单位 航空公司和政府单位 但是那时候所说的不少 其实也不多啦 可能只有45加而已 那1955年 IBM的7094 就开始完全用电晶体组合 各位知道 从真空管道电晶体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步 一旦你变成电晶体之后 后面的整个IC工业 才有办法开始发展 那修可雷因为他做出了电晶体 所以这后面都跟他们有关 那他们就开始有所谓的浮点运算 那从前都只有整数运算 现在开始有浮点运算 那到了1958年呢 德州仪器开始开发出机体电路 就是IC IC就是Integrated Circuit 所以中文名称其实就是机体电路 那开发出机体电路它的什么特性呢 就是我因为电晶体如果我一个一个接 直接接在面包板上面其实接不了多少 而且不是很好用 但是呢如果我今天把它全部做在一块 请说 嗯 杂合成的机体电路 这应该反过来 机体电路合成的杂 这样讲可能比较对 就是说杂其实是一种抽象概念 那种抽象概念就是and or not 这种真值表 要怎么把这种真值表实做出来呢 其实是靠底下的材料 这个材料就称为机体电路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材料到底长什么样子 它其实是细晶圆 上面去用doping 他们所谓doping就是渗透的方式 高温渗透的方式 然后让某些杂质呢渗进去 那这些杂质渗进去的结果会造成说 可以通 可以控制 控制它可以通或不通 你可以加正电压加负电压去控制它通或不通 那这样的结果就使得说它具有通不通的特性 靠着这个通和不通的特性呢 我们可以做出and杂 or杂和not杂 其实not杂就有点是通不通了 但是从这个not杂上面 再透过通和不通的串联和并联的方式 通不通的串联和并联就可以做出and杂或or杂 当你把这些串联和并联变得很大规模的时候 那就是IC 这样稍微有点概念 但是等一下会讲比较细 所以呢 这个 机体电路是一个重要的一步 它把电晶体 跟电容 跟电阻 这组写出了 电阻 还有导线 这些元件呢 全部放在一块锡晶片上 其实漏掉一个东西 有没有人 感觉得出我漏掉什么东西 你们没有学电子学对不对 电路学 电子电路都没有学对不对 电路学里面你们会学到什么 高中有学过对不对 高中其实有学过 V等于IR 对不对 这应该有学过吧 V等于IR没学过的话 就是V等于IR在电子领域 就像F等于MA这么重要 对不对 OK 所以V等于IR你知道 但是C呢 电容就比较少接触了 因为电容是一个非线性元件 它会储存电 所以当你充电的时候它会慢慢上升 放电的时候会慢慢下降 所以它有点像水库的概念 对不对 就是我这边放个水库 然后水流进去 它会慢慢满起来 等到呢 你没水的时候 就慢慢的把它引出来用 像这样的电容 那另外一种是电感 电感的话呢 就 怎么讲 电感其实就是线圈 把那个铜线绕成一圈一圈的 就会变电感 OK 问题是 它现在把这个三个东西 电容、电阻、电感和电晶体 四个东西 全部放在一个 称为IC的这个平面里面 好 这样了解 所以 所以为什么说半导体是很重要的一步 因为 有了半导体之后 才有可能做出IC 那 后来1965年 Golden Mall就提出摩尔定律 然后1968年 Golden Mall成立Intel公司 在这个之前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Mall 就是提出摩尔定律的 这个人 还有 其实不只是 不只是Mall 他还有一些创业伙伴 这些人从哪里来你知道吗 这些人 原本都在先红半导体 也就是肖克莱的那家公司 他有所谓的八大叛徒 这个八大叛徒 对肖克莱而言是八大叛徒 但是对整个矽谷而言是八大矽谷的奠基者 这八个人通通都从先红半导体 肖克莱的公司出来 这八个人出来之后细谷就诞生 为什么称为细谷 半导体 用细做成的 所以Silicon Valley Silicon Silicon就是半导体 那但是 这个Silicon这个字 到了台湾就很有意思 有没有人听过Silicon Silicon是什么 Silicon就是 对就是玻璃 你看那个玻璃旁边不是都有一条 那个类似橡皮的那个东西啊 然后呢你就看到做水电的人说 Silicon拿来 Silicon拿来 就拿那个一个Silicon枪 然后就把它弄一条 然后过一阵子它就干掉 就玻璃就不容易 不容易晃来晃去 不会震动 比较安全 那那个就是Silicon 你看后面的那个应该也会有 那其实是同一个字啦 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两个所指称的东西好像差蛮多的 一个是一个是晶圆 一个是那个那个细胶 细胶的那种东西 好 那到了1968年Intel成立之后 1972年呢Intel4004就包含了2000个电晶体在一个IC里面 到了1974年的8088呢就包含了1万个电晶体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那个 贾伯斯他们就出来 1974年快了 贾伯斯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在玩这种IC的 所以后来他们才会做出Apple 2 Apple 1、Apple 2 那这个倒过来 1964 这倒回来 时间有点倒回来 1964年IBM 360设计完成 它是60年代最成功的电脑 那1976年呢 贾伯斯他们就成立了 苹果公司做出了第一台个人电脑 OK 那其实不能成为第一台 在他之前就有个人电脑 只是他是创造了Apple 1这个个个个人电脑之后 他1977年紧接着创造出Apple 2 然后就卖得很好 从此成为第一个真正进入家庭的个人电脑 应该不能说是第一台 是第一个真正进入家庭的个人电脑 是1977年 那这时候我在哪里呢 这时候我还在念高中 三年级 七七 欸不对喔 我那时候根本还没念高中 我那时候还在小学 小学 搞不好还在幼稚园 对 我1969年出生 七七我只有 只有八岁 对 所以我应该还在国小一年级 二年级的阶段 所以贾伯斯他们比我早 早 早 因为那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做Apple Apple 2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起码比我早个 十 他不可能 不可能八岁就在做Apple 2嘛 对不对 至少二十一二岁啦 我虽然很早 但是真的二十一二岁才 所以他至少比我大个五 十四五岁应该有 OK 然后到了1981年呢 欸 IBM就发现说 你弄个人电脑出来 我也可以弄一台啊 我电脑技术这么好 我难道怕你 他就弄了一个开放规格的 个人电脑就是 就是PC 结果呢 就造成Intel的X86处理器大卖 因为PC比Apple 2便宜 然后又很多公司 他开放规格的 所以很多公司都进来支援 就像前一阵子的Android的手机一样 有很多公司就是进来做 那台湾就是在这个81年的 这一个时机 时间点呢 他的 进入了 进入了这个电脑工业的领域 事实上在77年的 之后 78年 79年的时候呢 台湾就进入了电脑工业领域 那时候宏基有推一个叫小教授一号 小教授一号就是模仿苹果二号 的一个电脑产品 那基本上就是 把苹果二号给拆解 看看他有什么原件 然后去光华商场买一买 然后就把它拿出来兜就对 就弄出来一台小教授一号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政府基本上 那时候我们是个集权国家 你知道就像现在中共一样 那什么好处呢就是 总统说了算 行政院长说了算 看 到底是行政院长说了算 还是总统说了算呢 必须要看 那个人是谁 奖金国做行政院长的时候 就是行政院长说了算 奖金国当总统的时候 就是总统说了算 OK 所以那时候是这样的 所以只要奖金国说OK 那你 美国要告你没关系 我挺你 你在台湾就可以卖 你要卖出国可能比较困难 但是你在台湾就没问题 大陆现在也是这样 对不对 大陆现在为什么 为什么这几年你会看到台湾不太好 但是大陆其实成长快又不错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大陆的行政体系 它有权利 就是 就是说 做一个对国外的厂商的防护动作 什么叫对国外厂商的防护动作 各位可以看到 大陆像华为啊中兴啊这些 做电脑的做半导体的联想啊这些 然后还有像淘宝啊百度啊阿里巴巴 还有QQ啊这些公司都起来 他不是只有硬体产业起来 他连软体产业一起起来 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墙 对人民来讲是很烂的东西 但是对他的产业保护而言却是一个很好的超级屏障 那这个墙呢 就让他说可以扶植本地市场 利用本地市场来扶植他的企业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那个华为中心那些公司 其实硬体还要比较跟国外竞争一下 因为硬体它还是要出口比较多 但是软体领域和那个 和那个网路领域其实大陆整个都起来 因为他根本不用跟国外竞争 因为他有一个墙在那里 所以如果你去大陆的时候 你会看到大家都必须要用法轮功这个组织 所开发的无界或其他的类似 翻墙软体去翻了墙之后才可以出来 才能看到外面世界的东西 不然的话基本上几乎都被锁在他们国家里面 OK 那反正他什么关键制啊什么通通都审查 然后你就外面的公司怎么样进都进不去 所以Google进去也死了 Yahoo进去大概也活得不太好 那他们自己的公司像QQ百度阿里巴巴淘宝 尤其是淘宝 那个强的不得了 那这就是怎么讲 岔开的话题就是 就是有时候 一件不好的事情 其实从另外一面看 你会发现它衍生出来的效果 或许不见得完全不好 它有另外一件好事 但是当然我们不欣赏这种极权的制度 但是它在某个方面 其实它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好 那到了81年PC推出之后 台湾接进去 所以台湾的PC产业起来 那时候呢 还有几个汇流 那时候的几个汇流是 台湾的PC产业起来的原因之一 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奖金国很支持这个东西 所以PC产业起来 那像宏基的小教授一号 他就挡下来 让宏基不会被Apple告挡 然后呢 另外一些很奇特的原因 台湾PC产业起来另外一些很奇特的原因 是那个时候其实台湾有一个PC的前产业 那个前产业不叫PC 那个前产业叫电动游戏机 电动游戏机那时候最强的一家公司 我突然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那家公司其实给了鸿海很多订单 基本上如果没有那家公司的话 鸿海可能今天是不会起来 那那家公司给了鸿海很多订单 但是最到最后他们之间还有一些矛盾存在 那从电动产业到了81年的左右 那时候阿一年 阿一年我六九年出生 所以我大概十二岁差不多 十二岁大概在我十岁十一岁的时候呢 国家有一个政策 中华民国有一个政策就是 禁电动 禁止电动游戏机 因为那时候带坏很多风气 大家赌博啊干嘛的 所以呢那时候既然是集权国家就是 我直接禁止电动是违法的就对了 全部的电动游戏机呢 就警察都去抄然后把它砸掉 然后或者是搬回去 然后弄成零件 然后你就看到说 OK电动被禁了 但是呢 这些厂商本来生产电动零件的厂商 怎么办 蒋经国就有一个政策就是 让他们改做电脑 原本做电动零件 现在改做电脑零件 其实是同一件事 所以这也是起来的原因之一 那慢慢的你会看到 OK那麦金塔 然后80386 这时候就进入多工作业系统 然后90年呢 Windows出来 90年Next工作站上市 然后苹果公司 2001年的iPad 2003年的iTunes Store 2007年的iPhone 2010年的iPad 那这些后面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CPU是一直在快速进步的 所以从4004开始 8008到8080一路 它的CPU处理器的 时迈速度都一直在增长 而且密度一直在增长 然后 你可以看到从Megahertz 然后一直到Gigahertz 然后 不只是这样 那这里有一个定律是摩尔定律 每18个月 电晶体的数量会倍增 在同一个面积底下 电晶体的数量会倍增 这里呢 其实 记忆体也是 电脑的计算速度差不多也是这样 那网路的速度呢 差不多也是这样 因为其实像一像光纤的速度 基本上是超级无敌快 但是 光纤的速度瓶颈在哪里 瓶颈在那个处理器 没有办法那么快的传输讯号 所以 到最后呢 你处理器每更新 加快一倍 光纤就再加快一倍 完全线路不用改 然后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算 那2050年的时候 硬碟会有多少Giga 网路速度会是多少Giga 那电脑的速度又会是多少Giga 那 我们 如果这样推算的话 硬碟大概是80G 乘以2的30次方 2的30次方 大概就是1G啦 啊 也就说 硬碟会有80GG 那80GG是多少 其实是很 算不出来 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 但是现在其实 半导体领域有点碰到天花板 因为 有很多技术液体 散热啊之类的 OK 那这个X86的处理器 我们不看 好 大概这样喔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 好 概论的部分 我们今天先 第一份头影片看的是 好 概论的部分先看到这里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刚刚 下课时间没休息 先休息10分钟